登訣 哈囉大家好我是Lio 我是Yuha 現在呢我們的人還在大阪 然後在這個南波車站的附近 就在這個甚麼 不知道是哪一個地方 因為這裡 這裡太亂太大了 我這裡...我這裡也不知道在哪裡 就是想要來吃午餐的 那在去吃午餐之前呢 我們走過一家 扭蛋機的墊 非常非常的色情 想說要拍影片 跟大家分享 我們去看一下它是什麼樣的 扭蛋機 它就在這裡 就是 私房景點 所以是扭蛋的私房景點 扭蛋的好地方的意思 然後我們去看一下它是什麼東西 走吧 這裡 這裡 真的很誇張 你看 它的扭蛋機這裡寫什麼 你們如果 有看右上方這個影片呢 你們就知道公口 在日文是什麼意思 它就是色情的意思 太過色情 太過色情的扭蛋 到底到底會扭到什麼東西啊 蛋呢也是黑色的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猥瑣 看不到裡面有什麼東西 對對對 然後還蠻人氣的 很多人在扭 它這裡除了這個L之外呢 還有這個 哇這個已經不能播了 這個已經不能播了 聚乳 太過聚乳的扭蛋 什麼意思啊 然後什麼 太過太過太過大 太過 它裡面那裡是很正常的啦 對那裡是很正常的扭蛋機 對 然後那裡呢其實還有一個自動販賣機 不是自動販賣機啦 就是自動機 機器呢是用來換外匯的 所以你們呢可以 可以把你們的國家的錢 換成日幣在這裡 扭這個色色的扭蛋機 就對了 所以是 國際 國際化對應的 來我們來看這有什麼 Gesu Gesu 人渣 很渣 Gesu過了 Gachagach 泣 什麼 喜悅 喜悅到哭泣 喜悅到哭泣的 Gachagach 然後エロ 然後什麼 神秘 神秘色情扭蛋 還有這個是 喔 各位各位 這個是我我跟Yuma專用的 Couple就是 情侶嘛 情侶專用的色情扭蛋 然後這是給有錢人專用的 セレブ 對 那既然是這樣子 我們來到這裡呢 都已經來到了是不是 我們就扭兩顆 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因為這裡蠻有名的嘛 就在那個Guriko 大阪 所以大家來大阪旅遊的時候呢 其實這裡是很好來的 就 Ryu就先跟大家實驗一下 到底這裡可能很多人經過 不敢進來扭 因為很色情嘛 是不是 所以Ryu呢在這裡幫大家 測驗 不是Ryu想要扭喔 不是Ryu想要扭 這種色色的東西 各位 你們不要誤會 我是幫大家 看一下它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 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介紹日本文化的 這個 也是一種 日本文化 開始 哇 它一次要500日圓 500日圓 500日圓喔 真的假的 所以它是要換一顆嗎 你要扭哪一個 先扭卡普魯的好了 它是我們先扭 正常就是Ello 就是外面 外面有很多 最多台的是Ello 我們扭完這個再扭 情侶的 所以它是放 喔 只有500日圓 所以要拿一顆 500日圓 很貴耶 500日圓很貴耶 很貴耶 所以它會出什麼東西啊 我們來猜測一下 應該會出一些 色色的內褲啊 之類的吧 我個人猜測 阿不然可能 在做那種事情的時候 要用到的 安全措施 之類的吧 應該是這樣子 來了 黑色的蛋蛋 欸我的蛋蛋呢 喔 啊 來了來了來了 這裡 火 黑色的球球 沒有 很 這個日文 哎呀戲 猥瑣 不會很輕 Sexy Sexy Sexy什麼東西 真的是內褲嗎 Sexy 什麼 哇 它的包裝 有很多sexy的字眼 性感 性感 什麼 什麼 真的是內褲耶 真的是內褲耶 被Ru猜中了 而且是 而且是 而且是透明的 有點類似丁字褲的感覺 你看真的是丁字褲 後面這樣子 我不要耶 我是男生 妳要這個幹嘛 Yuma妳要穿嗎 不要 那是新的嗎 還是有人用過的 可是我感覺到它舊舊的 你看黃黃的 哇 原來是這種東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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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扭一顆 這一個 Yuma妳要扭扭看嗎 不要 再扭這一顆好了 CUPLE的三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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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侶專用的 扭蛋 這群女當然會是 什麼東西呢 騙錢嗎 為什麼 還是 一樣的 一樣的內褲 我來看一下 是不是一樣的 不是 有點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 他為什麼 每一款 都是扭內褲啊 只有內褲嗎 五百日也買一個小內褲 我們拿回去當抹布啊 超東西 五百日也扭 內褲各位 有點過分耶 好啦 我們再給他一次機會 因為是拍影片嘛 如果是由個人來扭的話 絕對不會扭 第三顆絕對不會扭 可是我們 再看一次 再給他一個機會 搞不好 可能可以扭到 什麼正常的哆啦A夢 之類的好不好 扭蛋嘛 來我們再 你要扭哪一個嗎 你要看哪一個 會讓你開心到哭的 色情扭蛋機 最後一顆 今天最後一顆 開 哈哈 哈哈哈哈 嘗嘗嘗嘗 嘗嘗嘗 マジで 俺はサギじゃないの 好啦 色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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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褲 這個人有點黑各位 好像有沾到大便的感覺 也不能說他不行啦 可能 內褲控的話好不好 喜歡內褲的各位呢 你們來扭你們會 可能真的是 是泣いて喜好 可是因為我已經有兩條內褲了 然後Yuma不要穿 所以我是 泣いて悲しに 對 你今晚要 有用到 這樣子 欸Yuma 我現在已經有 多三條內褲了 我們可以再住在大阪多兩天 一人一件 可以今晚可以再住大阪 一人一件內褲 好啦 各位 所以 我扭的三個地方呢 都是出 內褲 我猜 我猜他裡面可能沒有其他東西了啦 嗯 不然就是 可能有一些中獎的東西 我們今天沒有留到 但是呢 機率上來說呢 五百日圓 是來這裡 超內褲的 所以 大家就自己判斷 你們 來大阪的時候 要不要晚 只是覺得蠻有趣的啦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他這樣真的很有存在感 我覺得這個商業頭腦很棒 可是 你說值不值錢 呃 如果有需要的人 如果有需要的人呢 當然 五百日圓是可以啦 可是Ryu 留到這個 我不要啊 如果大家 跟 自己的女朋友男朋友 約會來這裡 然後 氣氛有點 嗨起來 的話 可以來這裡 念念看 然後 好建議 然後回房間之後 可以又用看 好 那就到這裡囉 掰掰 掰掰 後來發現呢 感覺這個裡面會不一樣 因為是巨乳的榴彈機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再給他最後一次機會 我覺得這樣在這裡 噴掉了兩千塊 喔 很重耶 很重耶 很重 來我們在這裡 在外面開車 太害羞了 我們在這裡 這裡開一下 哇吼~~~~~~ 一顆奶頭可以這樣捏 就可以拿在手上捏的奶頭 好吧 我們回家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